背面有貝櫃 腳有開跟河 正面有 我剛剛是不是有聽到十種姿勢啦 胸圍 那你幫我把前面對準你的乳頭 被揍了半死之後 我跟家人講說 我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離開你們 他讓我痛恨家裡這麼多女 然後我一回來 你卻要這麼開心地跟我講話 可是就是 您現在收看的是傳播弟頻道 哈囉大家好 我是傳播弟 首先要感謝每位付費訂閱的觀眾朋友們 有你們的支持節目才可以直播下去 如果您不想要每個月付費訂閱的話 也可以使用超級感謝功能給我很多錢喔 今天呢 因為我最近看了一部很好看的韓劇叫做 災後調查日誌 它是講警察局跟消防局合作的故事 我忽然想到 我上午中 是不是很久沒有見到一位很帥的警察朋友了呢 所以立刻邀請他來節目 歡迎小草 大家好我是小草 好久沒來了 小草最近是不是生活過得滿開心的 對 最近應該光看我動態就已經夠看得出來 我最近生活非常的美滿 是因為買房子嗎 真的房子是一個很大的壓力沒錯 但是就是我也苦撐了兩年下來 確實也已經順利 下個禮拜一就要準時交屋了 買房子之外 你聽說就是工作也是有新的進展對不對 沒錯就是我去年九月 對我其實等了助教這個一職 我在我已經等了五六年了 這麼久 它是一個非常 是非常難考進的一個東西 就是第一個年間要是教官喜歡的人 那我確實很幸運的在一下單位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成功被教官看到 那就是要在底下服務 買好幾年加上你的一些年資烤機 跟他到底最後用不容易報你去受訓 打岔一下 像這個教官是隸屬於比如說是分局 還是比如說在你們的警察教育系統裡面 在我們的警察的教育系統裡面 有教育組 教育組上面有訓練科 大家可能會以為是 警專才叫訓練 但是實際上警專訓練可能只是一些 很基礎的 對 很基礎的 但我們下單位之後 我們還要不斷的讓我們園警 能夠持續的加強進修 那就必須要每個分局裡面 有教官跟助教這個職位的人 來增加我們園警的訓練 所以是在分局裡面的 是在分局裡面的 所以你就負責該分局的 像你助教就協助那個教官來幫他上課 對 我就是協助的身份 沒錯 現行的規定是一個月要上八小時 但是老實說大家都很忙 你八小時就是 一來你可能要拆開 那你 沒有辦法集中八小時一起上 我們其實一直很想要實施這樣子的方式 可是一直都很難做到 因為大家就是輪班制啊 拆班制啊 那 因為我們大概上班都要十到十到十二小時 對 所以你可能你可能四到六小時是訓練 那另外四到六小時是執勤 可是這又會有個問題 就是我已經早上出來訓練運動了 我卻下午還要回去上班 這是一個很累的情況 好警察真的是 就是我們都懂他們圓警在想什麼 可是就是我們也在努力幫大家爭取這一塊 希望我們之後就是一整天一整天八小時 單純就是在你們那邊上課 你今天就是來訓練好好的 上我們 我們給你的課 讓你好好的可以吸收 不要再回去繼續執勤 OK 就是我們想要完成的 那你們上課的內容有什麼 大致上 打板一定要 打板一定要 然後我們的防身術一定要 防身術是指比如說琴啊 還是什麼 還是有分很多 其實就是關節技 但是我們就是演 我們學了那麼多的東西啊 就是八極拳啊 或者是一些琴拿術啊 我們最後就是演化而來 我們現在叫做 我們叫做綜合逮捕術 啊 對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這個 為什麼叫綜合 就是因為我們參考了非常非常多的武術 把它做為一個集結 我們一定要把它結合成一個 大家能夠容易上手的一套 等於是簡化它是不是 對 簡化它 但是又因為我們 畢竟我們是警察 所以你不能夠使用一些 太攻擊性的東西 對啊 你如果今天一來就給人家一個過先摔 或者是一個 辣外哥 一個迴旋梯 因為我們最 我們最早是練 迴旋梯 我們最早是練 樓道跟跆拳 練會這些東西的人 來教這些東西 太兇猛了對不對 一來是太兇猛 二來是遠景 可能無法那麼容易的就上手 畢竟一個月才八小時 對 那個有難度吧 那個是要長期練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好好的 我們就把它簡化為 我們現在的綜合逮捕術 那綜合逮捕術 那綜合逮捕術又 又在 又在近幾年 我們把它更改為應用警記 因為逮捕術只是關節技而已 但是應用警記是 我們要配合當時 當下所發生的情形 然後 再跟我們的武力 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換手 武力轉換 關節技是什麼 就是專門攻擊關節 讓它 摔倒 這樣子 然後再把它折手 對對對 其實就是利用槓桿原理 去達到我們想要鎖住你的手肘 主要就是制服它 讓它不要再有別的動作 沒錯 畢竟我們就是要 要好好的制止你現在的行為 我們出門就是要制止這樣的行為 所以我們盡量不要攻擊 我們想要達到的就是 防止它有這樣的行為就好了 了解 像你自己又是網紅嗎 又是警察 這個身分會不會容易引來很多側目嗎 會是不是 開始要哽咽了 不是 真的因為當員警 我們就是公職人員 然後 人家說放大鏡啦 但是實際上是顯為鏡 你知道嗎 你不是不是五倍十倍是一百倍在看 所以你常常接受到這些被投訴或檢舉嗎 我用IG五年了 嗯 嗯 大概五六年 可是我光一開始穿著警察制服到拍照喔 都會被人家講話 為什麼 你們穿警察制服拍照 我們都是工作嗎 並沒有任何 可是我上傳的IG啊 OK 對啊 人家會覺得說要不要不要上傳到 把自己的工作的東西放在這個上面 是一般路人講還是長官跟你說 長官跟我說 對 可是 你不是覺得 對我來說那就是一個生活的紀錄啊 對 對啊 為什麼不能把我的人生好好的放在這一塊上面 你知道大中期不騎會壞掉嗎 我知道所有摩車不騎都會不容易 但是大中期更明顯 你大概大概一個禮拜不騎 他很容易就會引擎有問題 大中期是這個嗎 就這台啊 騎出去會被檢舉 騎出去不會被檢舉 但是騎出去拍照會被人家講話 被人家誤會 我只能說用 比如說你現在正在拍一張好看的這張照片 例如這個 但是這張我可以 這是公務單位 這張我可以澄清一下 它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 這就是我們的分局想要做一些形象的宣傳 然後 然後這個路啊 就是我上面是雙黃線 欸等一下 不得不說 只有你們警察才會看這麼仔細說 這在哪裡 民眾也會看這麼仔細 但是 但是這一條路是我們土城成天蟬事 他在蓋道路 所以這條路根本就還沒有對外開放 所以我們當時在還沒有對外開放的時候 我們跟他借這場地 去拍攝這樣的照片 搞不好你們連穿制服去買便當 都會被檢舉吧 以前有啊 以前有啊 我有在馬拉松的現場上廁所過 背著他小孩的少父跟我說 請他也要上廁所 我有膀胱耶 不好意思 你知道當下我真的不知道該講什麼耶 你說嗯 對啊 而且我念我比較多 要上很多次 不然你來幹啊 我不能講 我不能這樣講 不能講這樣子 因為他只是就純粹的就好奇 可是他不是用開玩笑的 是有點酸的那種嗎 有點類似就是 為什麼民眾會這樣 他有點類似說 你為什麼沒有好好的 在那邊就是幫忙疏導交通 可是我只是 在那邊交接給我的學弟啊 或是義交啊 然後我去旁邊上個廁所而已 你懂我顯微鏡的意思是什麼 我懂 真的是高標準的來看你們的每一件事情 對啊 可能他平常有被警察欺負 真的是無敗 有啦大家很多仇警的啦 這真的還是一樣比一樣白一樣的 嗯 一樣比一樣 很多警察喔 沒錯沒錯 那警察比如說可不可以接業配啊 我們最早有一位警察 他很厲害喔 他真的很厲害 他的交通隊員 他去當求貧耶 就是被人家檢舉 那這一位學長很可惜的是 當時的法條還沒有通過 將真正加速我們公務員服務法 修正案的原因是因為 李洋 跟那個打雨球的那一組 李洋 李洋 李洋跟叫什麼 齊王 王 什麼什麼好算不記得 我們這邊會上 好我們再幫我上一下不好意思 就那兩位 因為他們兩個也算是公職員員 他們是銀行對不對 他們是對 衛國爭光之後 他們當然 這個世界有流量之後 你能夠做蠻多事情 你有名聲之後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因為他們所以幫助了公務員服務法 去做一個修正 所以在去年6月22號 總統已經確定頒布 並且發佈了 發佈了公務人員服務法 第15條第6項 公務員得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 依個人才藝表現獲取適當報酬 並得就其財產之處分 智慧財產權 及肖像權之授權行使 獲取合理對價關係 我們不管做任何事情 法律是實的 那我們就是要遵照這些 因為即使這樣子的法條通過 可能某些長官 或是某些民眾不知道 他一樣會來檢舉你 那你必須要知道這些東西 才能保護你自己 幫自己發聲 總之這個身分就是要非常的 我覺得是要自愛自重 很辛苦 那接下來 我就要對女生出一些魔爪了 因為我有個新單位 叫做丈量系列 我們上次丈量了一位 模特兒 然後今天要來丈量警察 好 那我們先來做一些簡單的 不用量的 調查 身高是多少 174 174 好的 體重 我要背注是年後 今天早上 今天好精就是今天 我每天都一定要量體重 好那你今天早上量是 今天早上量74.5 74.5 那我先來量個 胸圍好了 胸圍 所以我要挺胸嗎對不對 你自己把它放到你的男生的位置 可是我手不能舉起來啊 可是我手不能舉起來啊 就是要玩這樣 好 其實量胸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對啊 我把它拉到後面 那你幫我把前面對準你的乳頭 104 腰跟臀圍 你要先量哪一個 我覺得我的臀圍比較厲害 那我們先量厲害了是不是 好 量卡車 這個人屁股很翹耶 對 我已經 我已經接受這個事實了 什麼意思 叫接受這個事實 以前不喜歡被人家說屁股翹啊 55 他的臀圍有55 然後再來 量腰圍 你撈起來一下 有腹肌嗎 現在應該一點點了 有啦 好細喔 男人不喜歡被說四 當然啊 我很粗 81 他腰圍81 32吋 32腰 我覺得我今天很像什麼裁縫師 要來量衣服 那麻煩你起立我要量你的腿圍 我個人覺得腿圍是 是哪裡 大腿圍 我大腿真的還好 觀眾想說這是什麼 害羞的地方 但是我國小是田徑隊 所以應該還是可以 我現在是那個西服庫的老闆 58公分 對啊 我們豆腐吃得差不多了 沒事 欸 帳椅子 好 那接下來有兩題 跟帳量沒有關係的數字 但我想要知道 就是你一週會發射幾次 不是說你去上班打靶的那個 一週平均 對 非執勤時間的打靶 就是有含上班加假日嗎 對 你下班時間的打靶 上班平日就是大概要兩天一次 平日大概是三次 所以加起來七天的話有幾次 我覺得是一定要二到三次 三二二吧 三二二是七次 好 那你比那個 上次那個look少一點 他是七加 畢竟他25歲嘛 對 對啊 你是大他幾歲 他大五歲 一定有差啦 想到年我十八二十的時候 那個沒有每天三次怎麼行 好 那你每次進行幾次的姿勢變換 想一下喔 因為這 他在算姿勢 因為正面嘛 側面嘛 背面嘛 然後背櫃嘛 背櫃又有分開跟 開跟合啊 然後靠牆啊 然後 可是正面也有很多角度啊 正面要把 我這樣會不會講得太細 不會不會靠牆 我剛剛是不是有聽到十種姿勢了 因為正面又有 欸 你很忙碌耶 又要抬起來啊 跟合起來啊 然後又有 又有 你是在練水上芭蕾 我在騎那個神龍啊 要抓住那個神龍的腳啊 這樣有沒有超過五個 一定有 我剛剛已經講了 八個了 你再數一次再數一次 正面 背面 但是有 背面有背櫃 然後 再 腳有開跟合 然後靠牆 然後正面有 有分抬腿 開開腿 然後閉腿 因為的那個 不是啊 你是瑜伽老師 你進去的那個 角度不一樣啊 好 這樣大概九個 九個耶 對啊 一定還蠻多 我現在目前想不到的 掌聲鼓勵一下 他一次要做九個姿勢 攀比瑜伽老師 不是 你做的 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做全套 做專業性才行 好 那些沒有一次九個人 自己學的點好不好 你就是不專業 聽到沒有 小嫂在嗆我 我沒有說他不專業 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你專業 好的 我剛剛那個 該摸的都摸了 我覺得要給他一些 回饋的時刻 高光時刻 讓他來介紹一下 今天有帶來一個 補身的東西對不對 這個東西 而且是跟 你的妹妹有關 我們先講他 對於你有多大的幫助好了 畢竟他身材這麼好 腰力這麼好 一次可以用到 你知道十個姿勢 九到十個姿勢 我覺得就先講 我上次有給你金衛鋼 對 金衛鋼跟他的不同在於 金衛鋼是五百的金燃酸 那這是一千嗎 這是兩千五 等一下 五倍 這五倍 所以我個人會建議 請你們 有真的有跟我妹買的話 就是拜託 拜託 禮拜 如果你是正常上下班的人 請你們禮拜五跟禮拜六 再吃它 不然你上班時間 會可能會太受不了 是不是 對 你要一直跑廁所 我跟你講 你不行 就是金衛鋼加 左旋金燃酸 紅跟藍 這兩個東西 是我每天平日會吃的 做保養用的 所以你可以做到這麼多姿勢 就是因為有它 對 畫風要忽然大轉變了 就是 其實你妹妹 像你這個工作上 跟妹妹有所連結 也是因為跟妹妹感情 非常的要好 對不對 要說要好真的是 真的是我出社會以後 為什麼以前很不好 跟妹妹 我們家的 我們家比較 我們家很 很 過得 也不算不好 只是就是從小 爸爸 軍事化教育 然後 我們家的人 從小國小就要工作 那妹妹可以 可以演到小就在工作 比較晚一點 對 然後我們就讓她 但是直到國中 妹妹都沒有工作 我跟爸爸工作完了 回到家我想要去休息 我想要去打我的電腦遊戲 我就跟我妹說 你會幫我 幫我顧一下電 那我爸當時是開修車場的 我妹就跑去跟我爸講 然後我爸 我爸就是 就衝過來揍 揍一頓 揍得很用力 不要講說為這個家 我不跟家裡拿任何的移用錢 全部都靠自己賺 當下其實真的是非常的難過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 被揍了半死之後 我就跟家人講說 我到底要怎麼樣 才可以離開你們 你這樣跟爸媽說 其實曾經有跟爸媽有這一段過去 就是他們就是 他們只是說 你有本事你就考上工地學校 我聽到這句話之後 真的是 真的是 作為一個非常大的 的推力 然後我回去之後 我的高中生活 我幾乎都是第一名 我沒有調過第三名 不過要馬一 要馬二 因為考到大學 所以也順利的離開 我這四十年讀大學回家 可能 可能不到十次 因為心裡一直有一個 過不去的坎 好 因為妹妹也 也五六年不想跟她講話了 可是我一回去的時候就是 她非常興奮跑來跟我說 哥哥你回來了 可是 這不是我妹 就不是她 她不應該有這樣的行為 跟以前不一樣 跟以前不一樣 後續之後在了解的時候 才發現說 原來她 她被霸凌 因為遭受霸凌 然後家裡可能 爸爸也不太知道 該怎麼樣去當一個好的 垃圾桶 去接受這一切 所以妹妹在當下 其實有一些行為就是 她可能已經不曉得 自己在幹嘛了 做出了很多 我們會想說 你怎麼會 怎麼會有這麼誇張的行徑 一些脫緒的行為 對對對 然後我們才帶她去 尋求一些治療 對啊 可是你要想我的心境 我的心境是 我跟她不講話那麼多年 她讓我 讓我痛恨家裡這麼多人 然後我一回來 你卻要 你卻要這麼的開心的跟我講話 然後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 你不知道你在幹嘛 然後 就是 我還是要照顧她 嗯 嗯 當然現在一切都好了 我們 我們她已經很好了 我們已經好了 可是就是有一段過程 有一段過程 可是你的心情會很矛盾對不對 非常矛盾 她現在 我們已經好了 但是 中間有一度就是 好了之後 她還有一度 無法好好的社會化 我們都很擔心她 她沒辦法好好的去 跟別人說話 沒辦法好好的去工作 嗯 然後就會想說 要怎麼辦 對啊 那今天 今天她好不容易在 前兩年她可能 她出去工作了 然後 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 可能一個月只能夠賺兩三萬 我妹的工作也 也就 也可能一開始就是 就是大家那樣子兩三萬 就會想說 到底做一個哥哥可以怎麼幫她 那如果我今天有這樣的流量 妹妹也剛剛好 有在 有在目前的生計公司上班 所以也有想說 要怎麼樣能夠增加自己的收入 然後 哥哥可不可以幫我一點 然後我一天 我很開心啊 就是她有想到這一塊 就我能夠幫她 其他方 你現在對她 應該就是 有回復到 比較早期以前的那種 心情了嗎 完全沒有任何的恨 當你今天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家人原來是家人 嗯 可是聽起來就是 你是不是對家族的成員裡面 是對妹妹的這些情感 是最複雜的啊 相較於你的父母 對於妹妹 比較多情緒一點 因為有這一段的故事 比較多情緒一點 可是 每個人家的狀況不一樣 爸爸其實也有很多話 想要對爸爸說的 是 軍事化的個性 就算我說了 他可能也 他可能也不曉得要怎麼回我 所以你現在有爸爸跟你爸爸 好好的聊天 可以可以可以 以前爸爸 以前爸爸真的是全部都用兇的 可是 我們長大了 我們全部一切都靠自己來了 之後 他也有轉變 他有 他改變很大 我回家其實能夠跟他 好好的對談了 他能夠稍微聽我們講進去 雖然有時候可能還是 他自己自顧自的講自己的 可是 當我們 我也30歲了 我們 我們社會化也一陣子了 就是你要有自己成熟的方式是 你掌控得住你家人 在想要表達什麼 他可能跟你講的是奇話 但是甚至他是關心你 你就要去自己去 自己去內化這一層的 這個話語 去轉變他 你曾經在心裡面 有對於你的家人們 就是有產生 比如說恨這個字出現嗎 一定有 一定有 我甚至 不想要再見到他們 那你覺得現在這個 恨有放下嗎 放下啦 完全放下啦 如果萬一今天 他們怎麼了 那你會跟你爸爸 提及當年的事情嗎 就說其實你當時其實很受傷 不用提這個東西 你就覺得讓他 就過了就過了 我會跟媽媽講 那你媽也比較 能夠在這方面溝通 我跟我媽歌姓很像 我媽會願意聽我講話 我媽會適時的安慰我 她知道我 她知道我的個性 只是 很想要把這一切給承擔下了 所以其實還是有一個出口 就是你媽媽這樣 對 我會跟我媽媽分享 一些自己的 心理壓力 不然自己也跨不去 跨不過去的話 可能就 每一個人 如果你心裡壓力的話 你一定要有一個 可以對話的窗口 你一定不能憋在心裡 你把這些當成自己的秘密 就像你帶進棺材那又怎樣 你要把它說出來 真的身體會故障 真的 你才能有辦法去釋放這些壓力 對啊 因為我自己有看過一陣子的身心科 那我會歸咎於 其實我很多東西都可以忍下來 但忍著忍著 就真的很容易 你的身體有一天會對你抗議 那不單單是我 可能之前交往的對象也是一樣 就是他可能在某些層面上 不管是來自家人或是什麼 他有 他自己認知的委屈發生了 然後他選擇自己吸收 但久而久之 那個最糟的結果 會回到他自己身上 所以其實大家還是要把 感受說出來 那就真的 那這真的只是一條線 你一直在滴上去 你總有一天 你不小心超過的 好啦很難得就是讓你 我是第一次在節目 哭掉兩張衛生紙 我是第一次在節目哭吧 而且我從小有個特訓 就是我看見人家哭 我不會拿衛生紙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導播就說要拍到眼淚 有沒有很壞 這就是專業電視人的訓練 自己人哭的時候 不能給衛生紙喔 要讓導播拍到喔 拍完了再給 要過我形象 要被很過分 好啦今天謝謝曉曉來 那傳播TV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最好的童年聽起來 不像大多數孩子那樣簡單 因為家長的教育方式 他記住了那種失望 難過 還有積累滿滿的怨懟 而修復關係的方式 卻是 長大成熟了 聽起來讓人感傷 孩子們 終究得學會自癒 才能坦然面對 但我忍不住想問 真的原諒了嗎 很顯然我覺得這門功課 未完待續 只是用人子的孝心 和兄長的愛 去淡化疤痕 未來還很遙長 總有一天能找到方法 當提起這段勇士 不會再淡滿眼眶